我十三块钱买了一个跟这个差不多的妈 然后省得擅死 要不然是让黄脸泡真心不知 这个故事再次教育我们 自己的东西自己拿好了 不要逮哪放哪 一会儿散丢了 一会儿帽子丢了 还要一路买 这么辛辛苦 我一路背过来 然后该用的时候没派上用场 还不知道图书啥 这还有个骑车骑过来 从哪里骑来的 这个必须有自己的车 这附近肯定不让你弄公讲单车 我看我没 我还不 该把他帚轮起来 我根本的 好 谢谢大家